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站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3月18号的直播集锦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感谢您的支持 好,那么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Stanley Troy 之前我一直管他叫崔老板 也是好朋友提醒我,在香港这边,Troy这个姓应该翻译成蔡 一直喊错蔡老板的名字,非常的抱歉 这手牌蔡老板拿到一手K圈,在翻前Race到了两千 翻牌479两张方块 Bill Clinton拿到了双头顺的听牌 而蔡老板呢,翻后选择了继续进攻 牙医和蔡老板啊,这一手牌一模一样 K圈打三千,K圈扣,紧跟着Bill Clinton也扣了下来 转牌一张方块勾 Bill拿到了后门的花顺双抽啊 但是手里的一张方块6可是不够大 蔡老板转牌并没有再打 合牌 一张方块2,公牌面4张方块 牌面跟Dale没关系 Bill Clinton一张方块6也是适时的选择了过牌 蔡老板正常打价值 这一枪打的只要不是太重啊,我觉得Bill很有可能会支付 转牌看到第三张方块不打,合牌看到第四张方块开一枪啊 这真的是很难确定后卫的牌手到底有没有方块啊 这就是有位置优势情况下的关键性啊 所以啊,就像Fill Ivy都说 自己没有位置优势 他连自己的奶奶啊都打不过 接着来往下看 这手牌 咱们的蔡老板啊 跟Bill Clinton又撞在了一起啊 蔡老板拿着圈圈 推回的三败 被Bill Clinton用口袋Ace啊 再反推了回来 蔡老板还是比较稳的啊 这手圈圈应该不会再加注了 而且Bill Clinton的牌桌形象啊 向来都比较优秀 那么Bill的四败呢 基本就代表着一手AA或者KK啊 蔡老板稍作考虑 选择call下来 两人来到翻后 翻盘 哎呦,开门一张拳两张七 哇 蔡老板直接是拿到了天葫芦牌里直接反超 而ABB的牌面 也适合Bill Clinton继续进攻 55的坡 下注15000刀 试探性下注 很稳 蔡老板应该很清楚Bill Clinton手里的牌啊 这个时候 发力不发力啊 感觉都可以啊 反打三万或者转牌再打 都是OK的 平跟 蔡老板还是更倾向于啊 把自己的牌啊 打成一手KK啊 但是我觉得Bill Clinton可能也会有所提防 而转牌呢 一张红桃5 这样的话 这Bill不打也得打了 为了避免合牌 再掉红桃 不想打也得开一枪啊 Bill转牌再打一万五 这一枪明显底气不足 不出意外的话 感觉应该要吃到蔡老板的反家了 想着Bill Clinton如果有红桃 又是比如说啊 是一张红桃S的话 那么这个反推 Bill Clinton是绝对没法拒绝的 不过蔡老板最终转牌还是没有打 他还是想再等一等啊 合牌一张红桃4 不得不说这张牌应该是救了Bill 两张S啊 在这个牌面真的已经不够看了 还是开了一枪 这一枪开的意义何在呢 我是不太看得懂啊 想去演一张红桃S 去干掉一张红桃10吗 Bill肯定是不想放弃这个底持啊 而且其实AA啊 能赢的牌啊 也只有一手不带红桃的KK了 蔡老板在思考自己合牌应该打多少 既然看到了对手的下注 那么感觉直接退后印啊 都没有问题啊 只是我觉得Bill应该是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他的AA是不会支付的 我只能说啊 Bill Clinton应该庆幸啊 自己手里的这张红色牌啊 是一张方块啊 要是一张红桃 你觉得Bill会支付吗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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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不同意啊 一对Ace在这个牌面 我真的不觉得够用啊 接着往下看 Nik这筹码啊 摆的是真的整齐啊 对于强迫症来讲啊 看着是真舒服 BillA5方块 Race到了1200 Francisco装位 64方块平扑 而Nik呢 小猫卫拿到了一手KK 三败到了整整1万刀 最终还是韧性的Bill选择了跟注 翻牌圈勾2 方块只有一张 翻后Nik再打1万 嗯 哎 1万啊 不是10万啊 天哪 如果Nik阿尔博翻后 真的直接打10万 我觉得Bill克林啊 就算是再土豪啊 A5方块也不可能直接跟注 而打了1万呢 被跟下来之后 转牌一张红鞋Ace掉出来 而Nik被盖了一顶大帽子 乖乖的过牌 哎呀 其实我觉得啊 Bill转牌是可以打的 因为转牌 Bill开枪 你很难判断他有没有Ace 可能Bill也是对自己的踢脚没信心吧 同样他也在担心 Nik阿尔博拿着一张Ace大踢脚在这钓鱼 而看到Nik合牌的过牌之后 Bill基本确定了 自己应该是领先了 对手要么一对圈 要么一对钩 或者是类似于其他的口袋对子 才会连续两条街过牌 合牌 Bill直接做了半尺的价值下注 这个下注打的呀 也确实是像后门中Ace 前面有一赛 那Bill克林如果真的手里只有一张圈的话 合牌他不会打出这两万 最终Nik阿尔博手里的筹码啊 差一点点就丢出来了 最终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Nik阿尔博武器黑桃 三臂尾加注到了4400刀 剩下排风掠紧的老Francisco 跟他一个人对抗 这手牌Nik有位置优势 能躲开Ace就有胜算 翻牌K50两张红桃 Nik阿尔博拿到一对五 翻后正常下注 这三千啊 重不重牌都可以这么打 而Francisco呢 卡圈的顶顺听牌秒跟住 转牌一张防块6 牌面呢是相当的干燥啊 要什么没什么 考虑到对手啊 有重K有重石的可能性 Nik阿尔博转牌并没有下注 自己有摊牌价值啊 也不着急了 这手牌大不了 也就这一万了 而Francisco呢 盒牌还是没看到一张圈 决定拿自己的A嗨啊 去偷一下 以持一万六 下注4000 这一枪 像极了一个价值下注啊 有10的应该不会打 但是有K的这么打是很正常的 可是你看 Francisco紧紧的低下了头啊 脖子都没了 想在这装大牌 可是 这个下注的额度啊 太小啊 主要这个底池啊 对于这张桌子来讲也不算大 Francisco打太大了吧 像是一手bluff 打小了吧 Nik阿尔博他又能跟 这手牌确实很尴尬 接着来往下看 老Michael拿到KK啊 装位加注到了3000 啊 蔡老板拿到了AK 枪口位300到了11000 这手牌 蔡老板并没有位置优势 那么翻后 如果没有ACE的话 这牌就很难玩了 但是要是有一张K的话 这牌 怕是就更难玩了 老Michael反手KK 还是选择了跟住 老爷子啊 还是挺稳的 而这个翻牌呢 也很恶心啊 蔡老板直接拿到顶对啊 牌力瞬间反超 但是 这又是一个顺子面 一张十就可以 让两人分钱 蔡老板拿着强牌 直接进攻 公牌面看到ACE啊 老Michael估计 已经萌生了退意啊 这手牌你还别说 Michael损失应该不算是太多 这要是让Nik阿尔博拿到KK 这手牌的结果就不好说了 跟下来转牌一张方块7 翻牌面的下注被抠下来 转牌 崔老板肯定还是可以继续的打价值啊 只是金额不宜过大 抵持三万 还是做了一个 一万刀左右的下注 翻前一个很大的三败 那么翻后看到ACE呢 连续开枪 如果是Nik阿尔博这样下注 那很有可能啊 是一手什么五六黑桃这样的牌啊 压根没中牌 但是换到蔡老板手里 我还是觉得 这一手下注啊 值得尊重 二老爷子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这一手KK 我觉得打得很漂亮 换作有的人拿着KK 说不定翻牌面就已经推了 来看这一手牌 Rampage六四黑桃 加注到了1200 比奥克林A圈选择了平扩 蔡老板的K3方块 也想溜进底池啊 被Nik阿尔博给拦了下来 A圈反加到了11400刀 这手牌 Bill本来想扩进底池就完事了 但是看到Nik阿尔博的300 他还是决定 要跟他抗争一下 应该是一个400 Nik阿尔博真果断啊 同样的牌啊 反手是推出了欧印 而这个欧印对于Bill来讲啊 还是比较大的 14万5000刀来入持 基本跟下来啊 大概率是分钱的 但是Bill的A圈啊 确实很难跟住 A圈跟欧印啊 实在是太冒险了 输的牌型确实是太多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 Nik阿尔博这个牌手啊 他打牌的风格 别人推出一个5败 那基本就是AAKK 都没有第三种牌型啊 但是Nik阿尔博 他可能会拿着AK啊 A圈啊 甚至是K圈这样的牌啊 做出一些激进的举动 Bio长期跟他打牌啊 太了解这个小黑胖子的性格了 考虑的越久 Bill Clinton跟住的可能性啊 应该是越大的 对上其他人 A圈早就盖掉了 一个漫长的思考啊 退休富豪想了很久 他还是COLA COLA之后呢 也不磨甲 直接亮出了牌 Nik阿尔博看到Bill Clinton的牌啊 直接就说了一句 Good luck 祝你好运啊 不过你的牌比我的好 这时候Bill肯定在想 自己的判断 那绝对是正确的 翻牌看到一张K Bill摇了摇头 转牌看到一张钩 我觉得Bill应该还在摇头 这个讨厌的小黑胖子啊 嗨Bill Clinton紧张了半天 结果明明是一手啊 分钱的牌啊 这也算是个Slow肉 不过因为他们太熟了呀 没关系 好 接着来看这手牌 Bill ClintonA钩入池 加注到1200 最终剩下三B位的Rampage 一个人孤军奋战 想进池买个花 但是翻翻面 只看到一张梅花 两人check check 哎呦 等会直接就到底了 哎呀 这Bill Clinton 翻后并没有做任何一条街的下注 而最终呢 看到一张草花石啊 这张草花石 让Bill Clinton做成了顺子 也让Rampage买到了铜花 盒牌Rampage下注3000 他没期望Bill Clinton有K有圈啊 但是没想到看到Bill的反推 最终Rampage应该是个平跟啊 应该不会再加注了 毕竟这公牌面 有太多反朝自己的牌啊 全K啊 全10啊 这样的牌 牌发的比较恶心 不过因为有所忌惮 最终顶持并不是很大 接着来看这手牌 Rampage圈十不同色 装位入驰 2000刀的Race 这是Nikarbo做的一个Straddle啊 这个Straddle同样是一手烂牌 翻牌569两张梅花 Bill拿到顶对 Nikarbo拿到一对六 而Rampage并没有中牌 转牌一张八 Bill拿到两对 Nikarbo也拿到两对 可是这个牌面 不但是个听花的面啊 这还是一个单七成顺的牌面 谁也不知道 对手手里是否会有一张七 但是这张合牌 反而是让Rampage反超了 卡到了 这是后门的NAS顺啊 合牌Rampage下注 一万二的坡 打了 8000刀 Bill走了 89两对都走了 68两对 他在想啊 Rampage如果是转牌啊 凭借一张七拿到顺子 那么转牌是不是应该直接做一个double race呢 于是乎没做太多的考虑 直接选择了支付 而Rampage我觉得啊 这合牌啊 本来是应该奔着两个人当中的某一张七去的 没想到拿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今晚Rampage真是上来前段杀疯了呀 几手牌赢到40万每刀 后面呢就打的是异常的稳啊 也是缩紧了自己的入职范围 保自己的利润 好 接着来看牌 Stanley Troy 蔡老板啊 装卫A钩夹住到了1200 尼卡尔布很激进啊 这就像我说的 小盲卫三七方块 三败到了6200刀 想在翻前直接手持 门也没有了 蔡老板跟下来 翻牌面看到一个中队 哎呀 这牌面有张K在 还是挺恶心的 尼卡尔布翻后正常开枪 半尺的下注 蔡老板他也不信啊 比尔克林对上尼卡尔布 比尔克林不信 这回换成蔡老板也还是不信啊 完了 这牌桌形象真的没法要了 转牌一张草花10 蔡老板的牌力略微有所提升 给他发了一个后门的卡顺听牌啊 一手纳斯顺的听牌 而尼卡尔布转牌就发力了 真是他的风格啊 如果他牌桌上打得顺风顺水啊 他拿起价值来 他可能也会这种 在转牌推一个超池出来 就是骗你来抓 但是今天尼卡尔布好像一直在输啊 看到这个超池的下注 蔡老板没做太多的考虑啊 还是跟了下来 他不相信尼卡尔布拿着K可以打这么激进 最终盒牌还是一张二 这张二对于尼卡尔布当然没有帮助啊 如果是打价值的话 千万不要太急 但是我觉得尼卡尔布打的还是太急了 8万的坡 下注16万 我说句实话呀 合牌偶尔这么打还是可以的 但是转牌 你想做布拉夫 还推出一个超池啊 这样的话 还真的是应该注意一点啊 不要这样去打牌啊 这样的话 这个故事啊 讲得太过于牵强了 但是不得不说啊 尼卡尔布还是很勇敢的 首先他很敢打 即便做出这么大的布拉法 还敢盯着蔡老板的眼睛看 我不介意你从我身上找破绽 我也不想去装高手 我更不介意透露信息给你啊 让你看看我下完注之后 我有多轻松 这么大的底石啊 值得一个长思考 而这个时候 尼卡说 我这一晚上啊 我一直在做布拉夫 所以说这一手牌啊 你觉得我还在做布拉夫吗 你自己好好算一算吧 哎 其实我觉得这几句话 尼卡真的没有必要说 一直在做布拉夫 我们都看得见 所以说你这一手牌 你就停止了自己的脚步吗 啊 蔡老板他哭了 看看尼卡这个绝望的表情啊 这一晚上啊 所有人对上他 都赢了下来 405,000 dollar pot Stanley called 30,000 干得漂亮啊 蔡老板 40万的底石 真有你的 一个中队啊 哇 涂露面顺子面 敢拿中队花大几十万去抓布拉夫的人啊 都是恨人啊 你可这边还在问着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啊 是不是我翻牌的时候你看到我的牌了 如果真的看到你的牌 你觉得蔡老板他会考虑这么久吗 确实是一个精彩的抓机啊 完了 尼卡尔波的世界观啊 已经崩塌了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这张牌桌的战斗呢 也暂且告一段落了 最后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晚这张疯狂的牌桌到底战况如何 也先恭喜Rampage 今天是他职业生涯以来啊 获利最多的一个晚上了 先是入池率 尼卡尔波高达55%啊 入池率太高真的不是好事 打得最稳的呢 还是Francisco 好家伙翻钱加注率0 这也不是啥好事啊 最终的盈利榜 Rampage水上五十二万三千八百刀 蔡老板也因为着自己出色的发挥 盈利三十万左右 而这些码内全部都来自于尼卡尔波 水下七十五万九千两百啊 真有你的呀 好 那么这一集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算精彩 记得帮龙凤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